全球线上家人大家好 很高兴周日早上 能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那么 六齿象是一个蛮 著名的一个 就算成语故事 那么六齿象在 哪里呢?他是在中国 安徽省的同城市 那这个是一处历史的一个名声 他的典故 是这样子的 在清朝康熙 年间 的一个大学士 名字叫张英 那张英他是什么人? 他是 清朝 后期 那个名称 张廷玉的一个父亲 那他的 张英的家人 在家乡 重修 府邸 就是 在整修房子 的一个时候 那因为 院墙 就是外围的一个院墙 跟邻居 无事 发生的 争执 所以说 就写信给 当时 在京城里面 当 官的 张英 要求他 让当地的官府 帮忙家人 撑腰 让 就让这个真子 能够 不要再有 然后落幕 这样子 张英 说到 信之后 就回了 一封信 一封信 一首诗 这样子 那这首诗里面 就这样说 千里送书 只为强 让他三尺 又何妨 长城万里 金游战 不见 当时 秦始皇 那 这个其实是 有点像诗句的一个 内容 就说 千里 送了这一封 家书 书信来 就只是单纯的 为了家乡里面的 这一面 这一面 墙 那 这一面 只是 一面墙而已 那么 让 我们的邻居 让他三尺 又何妨 又会怎么样吗 对我们会有影响吗 其实 应该 不会 那么 万里长城 今天 还 在吗 还在 虽然 虽然 经过时间的一个 流转 有一些的 秦阳会 崩毁 或损坏掉 不过呢 既有 人为的一个 当地政府的一个 维修 跟整理 它还是能够呈现在 我们 世人的一个 眼睛 里面 那么 我们不见当年秦世华 现在我们还能 能够看见秦世华吗 已经不行了 毕竟呢 我们人生呢 我们人生呢 百岁 就是百年 这样子而已 我们总是 会回到 就是 天堂里面去 所以说呢 张英的家人呢 收到了 这一封 信之后呢 就 随即 决定 把 家里面的院墙 向后退了 三次 那他的邻居啊 无视 知道 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 之后呢 也觉得 过意不去 也自动 就 也退后了 三次 那两家 两家之间 就 这样子 中间 变空出了 六次 那 这样的一个六次向 就 因此而得名 这样子 后来呢 康熙皇帝 知道了这件事啊 那就 设立啊 牌坊 那以彰显啊 也就是 张英啊 这一家人啊 谦让 一个 值得 那所以说 如果说把这样的一个 故事 剧情 再往 反方向去想 若是 当英 张英啊 当时心中 没有前面所提的 这样的一个 道德的一个规范 在心中 而是啊 仗势着他的 光威 然后欺压 啊 街坊 邻居 那么 各位想想 会有现在的 六次向 这样的一个 媒名 流传 于世间的吗 我想应该是 不会的 好 那么在 心中 持的这 关于 道场 层面 当中 我们呢 常听到 都有啊 就是 佛规 礼节 以及 15条 佛规 等等 佛规礼节啊 里面就包含有啊 餐食假礼 接 送假礼 还有啊 烧香礼 献供 请谈礼 那 半道啊 也有半道的一个 礼节 那我们呢 在道场当中 四季 会有老母大殿 拜大殿 我们都会 应许啊 应许 那个就是 应该有的一个 礼节 比如说 在大殿的时候 因为是老母的一个 生日 所以说我们都会整理 佛堂 那打扫的 干干净净的 然后再来 进行 那个 大殿的一个典礼 那同样的呢 过年 过年过节啊 过年也是我们中国人 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节日 当然啦 过年也是 必须 在道场当中 也是必须 遵循呢 一定的一个 礼节 来 来就是说 来度过这样子一个 年节 那么 在 佛规 15条佛规里面呢 其实 佛规 15条佛规 或者是 那个 佛规礼节 在 我们 进节的一个课程 都有专门的 一门课 他在 讲 这个 比较 细节 详细的一个内容 那后学 因为也是今天 时间上的关系 没有办法 一一的来跟大家介绍 就只能说啊 就是 把 他的 内容 就是 一条一条的先 跟各位 就说 拜读过 让大家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认知跟印象 就可以了 那么 佛规 15条里面的第1条就是 尊前提后啊 第2条就是 尊敬先佛 第3呢 第3呢 灾庄 中正 第4呢 是 寻规 道具 5啊 第5条就是 责任 父亲 第6呢 就是 众圣 擒 擒 第7呢 是 千功 和安 第8呢 是 雾气 胜讯 第9呢 是 墨着 形象 第10呢 是 手续 必清 第11是 初告 反面 12是 不乱 系统 13呢 是 爱 喜 公 物 14呢 是 活泼 硬 事 树呢 就是 敬严 盛行 在 树条 博规当中 在 道场当中啊 我们次上的会 去应用它 那当然 如何的应用 就是要看 每个人 对于 道 道的一个 认识 是怎么样的 这样子 好 那么 在 佛规礼节 这一边呢 我们 官法律主啊 曾经也跟我们 持讯过说啊 佛规礼节 虽 反广 不外 一成 可 刮丸 那么 成则 至成 无恶念 成则 身功 太自然 成则 口无 亦心语 成则 感无 不合天 成则 何成 又暗昧 那这一段 的 词语的 内容 其实 就是在告诉我们 佛规礼节 就如同 后学刚 所 拜读过的 一样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 繁广 包含的一个层面 其实是很多的 那那么多的一个 就是说佛规礼节 我们怎么去 譬如说去 落实它 或是说执行它 其实不外乎啊 就是 成 成这一个字啊 这边就讲到啊 当我们成 这个字啊就可以包含所有的一个 佛规礼节在里面 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佛规礼节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没有表现出 成心的样子 那这样做出来的 其实给人家来看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奇怪的 那么在祭公活佛里面 词语 也是有 跟我们提到啊 佛规礼节啊 虽然是束缚 但是啊 却也是 雕塑造就 一个人啊 的上圣佛法 我们呢 在道场的一个修道人啊 是必定要遵守的 所谓啊 成于中 行与外嘛 那如果说 也是只有当我们啊 就是说 诚心的 去落实 佛规礼节 这样子啊 才能够 将他呢 表现的一个得意 这也是才能够啊 对到的一个彰显 跟显露 那么 要如何的 来寻找 心中词啊 我们 其实 常听 说 人家说过啊 就是 人间有五大要素啊 人 事 时 地 物 那我们 在道场上修办 其实也不离开 这五大要素 尤其是啊 修办道的三不灵 有啊 善之士 也就是人 有道场 也就是地 那经典呢 也就是物 加上呢 普渡 啊 就是 三岐普渡 这个这个时期 那共办 共办 搜幕后搜缘 这一次 就是这样的一次 正好呢 也是为 五大的一个要素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期 我们已经是在白羊 白羊时期啊 那同修 是一个同修共办的一个好姻缘啊 所以修到的啊 就是务必要坚守啊 不离道场 不离经典啊 不离善之士 这样一个原则 那珍惜啊 这样的一个良缘 努力的一个修办 同心 吸手 共奔啊 我们的顾家相这样子 那么 接近佛堂 这一边呢 就是 我觉得就来分享一个 一则故事啊 它是蜜蜂 蜜蜂 蜜蜂 台湾的蜜蜂跟 新加坡的蜜蜂不同 的一个地方 新加坡啊 前总理啊 李光耀先生啊 之前啊 就是常来台湾 那当年呢 在来台湾的时候呢 是由啊 台湾的省长 宋楚瑜先生 来当招待的 那个官员 这样子 李光耀总理啊 每一次 来台湾的时候呢 都会 买 那个蜂蜜 那 宋楚瑜先生 有一次就 那个 忍不住 问那个 李光耀先生啊 就问说 那 新加坡不是也有蜂蜜吗 那为什么您都要 嗯 都要在台湾 买蜂蜜呢 那那个 李光耀 那个总理 就回答说啊 台湾的蜂蜜啊 比较好啊 那这时候 那个 宋楚瑜先生 就有点疑惑啊 就不了解啊 就问说 嗯 嗯 新加坡不是也是跟台湾一样 那是一年世纪如春吗 那既然是世纪如春 蜂蜜品质 怎么会不好呢 那么 李光耀先生就回答说啊 嗯 其实 其实我也 搞不太清楚啦 那 总是就是尝起来啊 就是蜂蜜的品质 就是 比较好 好喝这样子 那所以呢 就是 那我们就是去找啊 专家 学者 来去研究 为什么啊 新加坡 跟那个 台湾的蜂蜜 有这样子一个品质 的一个差异 那经过呢 嗯 一年的一个 研究之后呢 嗯 他的报告 出来了 那 他的报告内容是说啊 新加坡 新加坡 因为一年世纪如春 所以 蜂蜜 蜜蜂啊 比较懒惰 听到这一边啊 宋楚瑜先生呢 就觉得啊 非常的一个有趣啊 这个真是 从前 到现在都没有听过啊 怎么会 那个新加坡的一个蜜蜂 比较懒惰呢 那就 就接着说啊 台湾啊 的农业 技术啊 改良不错 不然啊 我就派一组啊 专家 来帮 新加坡 来改良蜂蜜的一个品质 好了 这样子 于是呢 那宋楚瑜先生呢 就请当时的一个农临厅啊 派了一组啊 养蜂专家 就啊 就是 搭飞机到新加坡 那当然也带了几百香的那个 蜜蜂到新加坡 那一开始啊 嗯 那个 到了 台湾的那个蜜蜂到了新加坡 那果然啊 那个蜂蜜的品质啊 就有大部分的一个改善 那可是呢 经过了一年啊 这些蜜蜂 所产的一个蜂蜜的品质啊 哎 很奇怪的哦 就跟当地的一个品质 差不多 那 这样子 就说研究人员 研究的结果 就 就想说 哎 奇怪 台湾去的一个蜜蜂 应该是很勤劳才对啊 那为什么 一年后 怎么说产的一个蜂蜜品质 也会跟着下降呢 啊 原因呢 就是刚刚所讲的啊 新加坡一年四季如春啊 它没有台风 也没有寒冷的一个冬天 也没有防风暴雨 所以说呢 蜜蜂啊 很快啦 就入境水熟啊 台湾的蜜蜂过去 一开始 也不太清楚状况 所以说也是很勤 很勤劳的 就是去采蜜 采蜜 可是呢 随着时间一久 一年过后呢 啊 想说啊 我应该要 就是好好的当个在地的蜜蜂 这样子 就是 就是入境水熟 那因为啊 环境啊 太过的那个油渥了 太过好了 所以说连呢 动物 昆虫 也会跟着环境 而好逸勿扰 更何况呢 是 人呢 那所以呢 各位家人 当我们呢 有开过智慧之后呢 要记得啊 要常回佛堂啊 接受佛光普照 環境啊 对我们呢 人的一个影响啊 真的 很重要哦 好 那么 在 参加进阶班的课程 也就是不离 经典的部分呢 目前呢 我们道场当中 规划的进阶班呢 有啊 每周二的 晚上的两个小时 或者啊 是每一个月的 其中一天 八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真美 进阶班 那 有系统的啊 从 道学的一个 深浅 这样子 来进阶 那班名就有 离行的 礼节班 艺礼的礼节班 以及学习 礼节 道学基础 那 接着啊 就进入到 人的这个基础班 以及 智永 的人才班 以及 自信 人才班 这些 做 道学的一个 训练 跟来 讲解 三宝 道义 进而呢 来学习 弘法 历神 那最后就是 会有 信力的一个 讲员 信德 的一个讲员班 来训练 我们 来做 讲课 来有机会 来做法师 就是这样子 那么在 从政 道场的一个 进阶班的课程当中 那样也结合了 我们也结合了 就是总会 总会发行的一个通事教材 七年学制的一个 课程的教材 上了五年的课 然后呢 两年来训练 来练习 培养 讲诗 通过正式之后呢 讲诗的一个 比试 跟口试 就能够参加 讲诗班 那第三年呢 就是说 仁德班第二了 我们呢 乐龄 乐龄的一个年长者 就是65岁以上 我们就可以 循择 自勇人才 那也可以 转 转到 宣道班 来持续的上课 来进阶 这样子 好 那么 嗯 什么是 善之士呢 不离善之士 那谁 又是善之士 这个就是指啊 前贤 然后同修 还有道卿等等 老子啊 曾经说过啊 善仁者啊 不善仁之士 不善仁者 善仁之之啊 所以 有一句话说呢 除饶可产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 种田的一个农夫啊 或者是 身份 低违的一个人 都是由我们啊 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方 我们千万不要看不起这些啊 身 就是说 身事比较不好 或是说 不起眼的一个人 真正啊 博学的一个人啊 是啊 能够好学 是看到什么事情啊 都能够啊 向他去学习的 像那个 古时候呢 就有那个 复乐举 与版主之间嘛 就是 复乐 他也是 那个时候也是在 哎 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说是做 那个水泥工这样子 那这样子 也不是很高尚 可是 人家 他的才能 到后面也是 发挥的一个淋漓尽致 能够啊 治理好 一个国家 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是 哎 不能啊 用外在的一个眼光 来 看待这样子 一个人 这样子 那么 在 《论语》啊 《记事篇》里面啊 孔朗夫子也曾经跟我们说过啊 《义者三有》啊 《顺者三有》啊 《有值》 《有量》 《有多文》 《义》啊 《有值》 《有量》 《义者三有》啊 《有值》啊 《义者三有》,也有鲜柒 。 《顾 Надо俊語 educators》 表现出正直 或者是说能够体谅别人 或者是说我们的朋友当中 有很多好的知识 他的听闻很广 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一些道理 这些都是对我们有所帮助 是我们可以来结交的 那么善知识呢 是我们修行的很好的一个助援 可以指点帮助我们 鼓励我们 善知识包括良师跟义勇 最殊胜的就是我们的末发明示 是众生能够超生了死的一个指南导航 跟彼岸的一个灯塔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多多的善用 善用多媒体 处在我们现在网路发展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应该要善用网路 为我们所带来的一个便利性 一上网我们就可以查到我们想要看的影片类型 那道场也之前 道场也是因应疫情的关系 规划了制作 周周打开心灵的锁石系列讲座 那Room的一个账号资讯的连结 其实就是都在DM里面都找得到 那诸位啊 大家现在能够听到后学的分享内容 其实就是表示啊 您啊已经参加了这个系列的一个讲座的课程了 那若是您没有Room的软体 或是说不熟悉它的一个操作使用方式 那也没关系 只要啊您的手机 或是说笔电 能够上网 在YouTube里面 记录关键字 比如说白羊文化 那就可以搜寻到啊 我们之前相关的讲座的内容 都可以任意的来观看 那当然啊 如果说我们要看直播 那就是必须要在 我们每周日的早上八点半 准时的点开网页 像各位这样子 就能够啊 学习到道场里面相关的课程了 那在结语的部分呢 后学习就是引用啊 孟子梨楼篇里面所提到的 梨楼之名呢 公书子之巧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言 那诗旷之冲 不以六律 不能正无音 遥顺之道 不以原正 不能质 不能贫质天下 那么 这一段的一个内容啊 是告诉我们说啊 其实我们有梨楼那样好的一个势力啊 公书子那样好的一个技巧 那梨楼是谁呢 梨楼是那个 皇帝时候的人 相传哦 他的势力非常好 能够看到摆布之外的东西 能够秋好之木啊 那那么 这个啊就是 他是皇帝时候那时候的一个臣子啊 那公书子是谁呢 是我们那个春秋时期啊 儒国的一个巧匠 他是那个叫鲁班 那是姓姬然后公书士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在影片就在那个PPT的内容的前段 其实也有整到那个鲁班池 所以说就证明了那个鲁班他这样子 对了那时候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技巧这样子 那个诗矿呢 那诗矿就又称作是职业啊 那出生地现在是已经不可靠 那他就是一个晋国盲人的一个乐师 就是春秋时期啊著名的一个音乐家 那所以整段的就是说经典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说没有用原规跟尺规 我们不能准确的画出方形跟原形 那如果说我们有实况那样好的一个辨别 就是说音律的一个能力 如果说没有用六律 也不能把这个五音给校正回来 那如果说有姚舜这样子一个圣贤的一个皇帝 如果那时候他不施行人证 也不能把天下给治理好 所以说呢这句经典的内容就是要告诉我们 如果说我们的能力很好 但是心中没有信念或者是一循的准则时候 那么这是没有办法做好啊 修身起家治国凭天下知识啊 也就是啊 找到啊自己啊 修道的方式 融入生活对我们呢是很重要的 那后学呢就引用了长生大帝 我在2022年7月24号 裴德版33期曾经慈悲我们的讯文 当作今天的节语 后学拜读内容 三期奇缘你我逢各展雄志与天通 当人不让夺功果 全心修办自必成 学修 讲办 修道理 融入生活 圣繁洪 欢喜感恩 投入道 成者能应万事中 那我们能够啊生活在这个末后三期啊 实属难得啊 所谓啊 有缘遇着佛出世 无缘呢遇着佛灭唐 那我们处在这个三期啊 唯有把握当下 那依循呢 我心中的这一把词 也就是规范 佛规礼节 树调佛规 等等 落实呢 修道的生活 一步一脚印的走出 属于自己的修办史册 那后学呢 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那感谢啊 大家的聆听 最后呢 祝福各位 福体安康 法起充满 感谢诸位 感谢观看